新版的房地合一草案出炉了 大幅放宽自用住宅的标准 售价4000万以下 持有5年以上 有涉及还有居住的事实 就享有一户免税 而原本17%的单一税率 为了防止炒作 两年内将设差别税率 不过专家就痛批说 政府采清税率政策 恐怕打房不成 房价会继续飙涨 财政部新版的房地合一草案出炉 像这样子自用宅的认定门槛 渴望放宽 堪称新制最大赢家 自用宅认定从宽 配合牌付条款总价4000万以下 持有5年以上 有涉及自住适时一户享免税 等于全台95%自用宅都适用优惠 政府很奇怪很喜欢用一些 让大家以为是一个小确幸的利多 殊不知就是房价如果再上去的话 是一去不回头的 税改诉求炒房重自住轻 订定日出条款 100年奢侈税上路之后 取得房地采用新制 长期持有减真率最高80% 单于税率17%持有两年内才差别税率 初步定20%或30%要遏止短期炒作 车子所以是总价15% 比如说1000万的15%是150万 所以两年内的短炒的话 但是它是房屋价差的20% 新版房地合一走向清税 业者透露房市压力锅警报解除 建商积极推案 润龙远雄第一季推案量突破百亿 15大指标建商加码 2015年首季推案量冲上852亿 去年已经闷了一年了 所以建商今年上半年 有些建商一定要推 因为再不推的话 我想他没有入账 房地合一方向浮出台面 预计上半年修法明年上路 12号财长将对外报告 丢出风向球 再测外界水温 东森财经新闻 陈敏方梁丽 太阳道